张海涛被重判的消息传出之后 可以说也立刻引发了 在海内外的中国民主人士的关注 刚刚我们也提到 在美国乔治亚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也是曾经在去年发表六四真相 致国内青年公开信的古易 他就为张海涛来发起了一人一照片 我是张海涛的运动 我们下面能为您通过skype连线 就来邀请古易跟我们谈谈相关的情况 我们来欢迎他 古易你好 你好 是 古易 我们知道你发起了 这个一人一照片 我是张海涛运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起源 你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其实发起这个运动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因为 我在网上看到了张海涛 因为两篇博讯的文章 被判重刑这样的消息后 非常震惊 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力度之狠 是完全出乎意料 而且是完全的因言之罪 因此我们感到 就是我们作为海外学人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道德上的 说这这样一种冲动 就是说去做点什么 帮助一下什么 因为张海涛呢 他这个案子呢 和前期的一些案子 像土之强案 相比呢 就是得到的国际关注要少一些 所以我们希望呢 通过一人一照 声援张海涛这样的话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案件 更多的人向当局是要压力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我个人呢 其实呢 以前呢 因为在那个新疆问题上 说话的话 还差点进去过 那是在09年的时候 当时呢 是在就是维吾尔在线和那个 中国穆斯林网 两个网站上呢 就是当时评论新疆问题 当时呢 就是还和伊利哈募老师 他们呢 有一些网上的互动 然后后来呢 就是后来就被那个当局 然后通过那个 就是内部的渠道就找到我 说你是不是要推翻共产党 所以当时的话 就是其实是很敏感的一个时期 当时的话是75之后 那个时候是风声鹤逆 所以后来呢 就是说幸好没有进去 但是呢 当时是一年省了两个多小时 而且是脸孔那时候 我后来我看到张海涛的案子 我就想 像他这样在网上发表两篇文章 都能够判这么重的行 那我以前在网上说的话 比他多多了 那这样的话 我不是要把牢体做出来吗 所以当时真的有一种 感同身受的感觉 所以从这两个原因 交到一起呢 我就觉得有这个必要 就是说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即使声援他 其实也是声援我自己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不站出来说话的话 今天受害的是他 明天受害的就是我们自己了 是 所以你才有这个 我是张海涛的运动的推起 那么古艺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看 这场运动 到目前的这个拓展的情况如何 不过我继续要来看看 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你也曾经参与过一些 针对新疆问题的一些发表言论 那么也在维吾尔在线上发表文章 也与这个伊利哈姆教授 进行过合作 我们知道很多人看到张海涛的判决 也想到了伊利哈姆的判决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这些案子 特别是在新疆进行审判 与新疆相关的这些判决 都特别的严重 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 刚刚我们也听到了 李爱杰女士她的说法 这可能与新疆所谓的 当局的所谓反恐维稳 有很大的关联性 你的看法呢 好的 我的看法是 新疆这样的案子特别严重 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 中国政府本身在新疆的统治 它是很不得人心的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疯狂的一个举动 它越疯狂越说明它气急败坏 不择手段 另一个方面 这也和新疆地方政府 绑架中央政府有关系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维稳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而新疆有事已经成为新疆政府 已经成为新疆地方的一种 新疆地方的一种特色 所以说这两个方面都有原因的 当然了就是我们还也知道 新疆本身是一个维吾尔 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 而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不信任的一种状态 它是一直想占领这个地方 同化维吾尔人 所以在这种殖民者的心态下的话 他们对殖民地的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有非常严厉的镇压 是 您故意 简单的谈 就你对新疆议题的了解 还有当地的情况的了解 当局这种抓人重判 那么控制言论自由的做法 难道不会适得其反吗 其实呢 我是这么看的 如果您注意观察 就是这段时间的那个抓人 和几年以前的抓人 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几年以前 甚至知道伊利哈募时期 他们主要是抓一些意见领袖 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但是现在呢 更多的是抓普通人 而且呢 就像刚才 张海涛先生的 妻子所讲的那样 就是对于一些 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像普之强先生的话 那可能他们在判决的时候 会考虑到国内国外的影响 会更深重一些 但是作为普通人的话 他们会重判 这其实呢 是一种杀鸡进口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至少让全社会精神 是 古义 最后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 这场我是张海涛的运动 到目前响应的情况如何 那么你希望继续来 如何的来推动这场运动 好的 我们这个呢 我其实在几天前 就发过一张 我自己拍的这个selfie 然后呢 后来和澳大利亚的 两个同学 他们看到了以后呢 非常赞成 然后我们就三个人 我还有澳大利亚的 吴勒宝和张尚两个同学 三个人一起 搞了一张那个合影 然后后来呢 就是说 那个一天以后呢 又有 河尔本大学的 李谦一同学加入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有了四个人 然后呢 在推特上呢 还国内一些媒体上呢 还有人在给我发照片 也真的希望就是 有人帮 希望我们帮他们做照片 这样的 照到一起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不断的就是 提醒国内 国外的这个 全社会 知道张海涛的这个事情 不断的呢 就是造成这样的一种 大家都来关注 大家都来声援 这样的一个舆论压力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古毅 也是这场 我是张海涛运动的发起人 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